嘩,今天來到一間叫家湯 還是湯家呢? 這間餐廳很可愛 首先它有一個菜單 採用上成的食材 專心用心製作出一系列 具湯水和湯汁的多角菜式 打開那個菜單 嘩,不錯 好像... 起碼不是那麼寡的茶餐廳 但最特別是什麼呢? 最特別是可以選擇 像這裡 其實可以選擇 湯飯,選擇材料 二選一 再加菜 就變成它們了 我選擇了這個 皮蛋,芫荽,腐竹 再加豬扒,飯 然後再追加了一個墨魚卷 加上多少錢呢? 應該是... 五十多六十塊吧 但是我覺得都... 好過一般茶餐廳 只吃了一些垃圾食物 其實在香港呢 雖然它... 吃真的很多選擇 但是呢... 怎麼說呢? 整天都吃了一些茶餐廳 不是很健康的食物 我覺得... 長此也不是辦法 所以呢... 我常常會選擇一些 比較健康一點的菜式 好像這個... 湯家這間茶餐廳 它呢... 選用的材料呢 我想都是... 不是特別常成的材料 但是... 起碼是... 那個做法、煮法用湯 我覺得會健康 用油炸... 或者是... 焗啊... 那些東西 還有它... 有一頁呢... 專門說這個淮山麵 其實淮山麵呢... 我真的覺得蠻好的 淮山本身這一樣東西呢 就是... 你看到這裡有寫... 含有豐富的纖維 黏蛋白 維他命... bl...bl...bl... 很多不同的好處 但是吃下去呢... 淮山如果你就這樣吃 很粉的嘛 但是如果做了這個淮山麵之後呢 其實是蠻爽的 蠻好吃的 下次來到再叫淮山麵呢 因為有時候我打火鍋 都會特地買一些淮山麵 來試一下 我覺得是好吃的 今天試一下它這個湯飯 現在政府規定呢... 就是... 首先... 限罪令不說啦 就是... 吃東西進到餐廳呢 食物未來是不能脫口罩的 現在食物來了我就脫口罩了 好了... 那... 試一下今天我點的這個湯飯 我自己本身呢... 很喜歡吃皮蛋 還有芫荽這個... 這個配搭的 我覺得很好吃 我先試一下這個湯 嘩... 不錯啊... 簡單得來... 是魚湯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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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單得來... 有很濃的魚湯味道 那就腐竹啦... 試一下... 真的... 今天魚湯餐... 這餐真的是很適合我口味 清清得來... 又健康... 還有皮蛋... 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吃皮蛋的呢... 看看皮蛋吧... 很多地方呢...都有他們他們出產的皮蛋... 在上海有那些松花皮蛋 我也喜歡吃的 但是,不知道大家知不知 外國人有一個 叫做最噁心的食物的排行榜裡面 皮蛋是排第一位的 我不知道為什麼 可能外觀或者皮蛋的製作過程 令到那件事 他們覺得那個蛋是壞了才會這樣 其實他們不懂 算是中國人的發明 皮蛋這件事 我覺得是超級好吃的 就是這樣,我吃飯了 還有,我試豬扒給大家吃 豬扒都很重要 鬆細的,好吃的 不錯 值得推薦的 這餐叫做湯家 應該沒有讀錯的名字 叫做湯家 我今天就位於桃瓜環的其中一間分店 有空大家來看看 試一下 如果看見了呀 謝謝 我來看見你 神明